我们曾经报导过马云九总统日前指示 机场捷运从台北开到桃园的时间 最好能够压低到25分钟以内 对旅客才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但是交通部在评估之后 认为不管是更改路线或者系统 还是减少停靠的车站都有极大困难 因此决定直达车还是停四个站 从台北到桃园机场最快也要33分钟 老实讲 人家开车只要40分钟的话 你35分钟谁要来坐你的车 所以这个租屋局长能不能降到25或者20分钟 今年6月6日 马总统对着媒体点名高铁局长朱旭 要他想办法让机场捷运跑快一点 希望能将行车时间缩短到25分钟以内 现在的路行线行都已经定了 第二个我们当初94年招标的时候 系统的性能 包括测量的性能速度都已经定了 要加速有困难一度传出高铁局考虑减少停靠五谷和林口长根两站 来达成马总统的期待 但立刻引发民怨 蓝绿新北市长参选人也都跳出来反对 总统是尊重专业的一个研议 然后做各种的分析 然后将来再采取最好的方案 总统府说尊重专业最后的决定 而两天后高铁局表示经过全面评估 直到这速度还是只能维持原本规划台北到机场33分钟 都市发展 学者说台湾的机场捷运 身兼带动地方开发的责任 不只绕路又蜿蜒 直达车能够33分钟达证 已经算很有效率 因此政府不如把经费 投入机场捷运的连外运输 让捷运的效益发挥到最大 记者学校零件台报道